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袁先生,現在在疫症期間 我各國都出現了很多糾紛 我聯想起橄欖枝 橄欖樹的橄欖枝 其實是代表和平的 而在我們的食品上 亦都有橄欖耳的精華 我們經常都在聖經上都聽到 地球上 我們世上有很多的健康問題 其實早就已經給了我們一些答案 會不會這次疫情 而橄欖葉是可以幫助我們平息呢? 以你的經驗 不如和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橄欖枝、橄欖樹的葉 通常是象徵和平的 但不是很多人了解 原來橄欖葉是具有很好的、很厲害的治療工具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們經常說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都給予我們 是 幫我們對它有信心 在治療方面去尋找 其實答案已經在了 橄欖葉 橄欖這個植物 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在中東的地方 那些人吃很多橄欖 吃很多橄欖油 就是很多橄欖的產品 亦都認為是一個比較健康長壽的地區 橄欖本身 土生在小阿西亞和敘利亞 但亦都在地中海的國家 都有種植 包括智利、秘魯和南澳洲 橄欖葉本身 初初在古埃及作為一種有神的力量 這種說法 雖然橄欖樹是源於亞洲的 但在過去三千年來 在地中海各國都一直有種植 我們也知道很多橄欖 都是用來做橄欖油 通常會把橄欖除了橄欖 撕掉橄欖 把橄欖碎成為一個糊 一個漿 然後炸 把汁撕走 再用一個分離器 把油分解出來 通常我們都經常說 這種炸油的方法 不是用高溫的 我們叫做Cold Press 剛才的方法就是 把油和水分開 用分離器 把油和水分開 這一層是最高質素的橄欖油 橄欖葉方面 可以說在醫學上 早期在古埃及那裏 一直有應用的 亦都用來製作的 法老王的木乃伊 它有防腐作用很好 在很多國家 有橄欖種植的國家 通常都是很長壽 而且一直很健康 很活躍的生活 當然吃很多橄欖 在日常生活方面 差不多 有吃很多橄欖 和喝很多橄欖油 什麼都是有橄欖油 所以有些人說 當時老人家說 他會喝這些橄欖油 保持關節的柔軟 亦都會撇除關節炎 和風濕 所以這個做法 是真的有效的 好了 在希列 很多人都有機會 有些橄欖園 很多家族 有些橄欖植物橄欖園 很多袋都是這樣 通常用這些油 即是用一些很漂亮的 每隔一圓 即生產就是隔一圓 隔一圓 產了一些很綠 很漂亮的 味道很好的橄欖油 即是漂亮的 大家都看到 是綠色的 近來我們發現橄欖植物的 醫療的功效 可以追溯到18世紀早期 當時人們把橄欖植物 磨碎 打溶後 用來當作一種飲品 是幫助對付發燒 即是一種退燒作用 幾十年前 也有記載 用綠色橄欖植物 作為沖茶 是用來治療藥疾病 高燒 一種藥疾病 即是一種發燒的病 在大概19世紀的早期 科學家就已經提連了一種 一種比較上苦劫的成份的物質 我們叫做橄欖苦甘 Oleopine 一個橄欖植物裡面提連出來 這個就說 認為這道橄欖樹 為什麼會防止疾病的主要原因 原來橄欖植物裡面 含有橄欖苦甘 這麼有醫學的作用 其實它可以在醫學上 可以作為有什麼用途 在醫療方面 橄欖植物的應用很廣泛 第一它是屬於一種叫做 Adaptogen 即是通應員 Adaptogen 其實就是幫助身體適應壓力 譬如常用的 大家的形式就是人心 人心是屬於這種Adaptogen 是幫助你對付日常生活的壓力 亦都幫助一些人 就是預防傷風或者病毒 長期這樣用 是一種預防的作用 那 亦都發現 就是 在這個橄欖植物裡面 在這方面 是有很多其他的幫助和好處 還有它是一個抗炎的工具 橄欖植物的精華素 它有一種叫做淚黃銅 通常大家知道 淚黃銅是一個很強的抗炎的益效 當你能夠將你的身體的炎症降低 其實你就對了很多病的症狀 都可以改善的 你知道其實什麼病背後 都是炎症 是 包括關節炎 心臟問題 癌症 以及長期的痛症 好了 橄欖植物也是一種抗細菌 抗細菌 多方面 譬如毛菌 皮膚的橫腺菌 抗疹 抗疹 以及 Epsim巴 Epsim巴 其實不只是細菌 是一種病毒 它也可以幫助 阻止一些 症狀病毒 症狀病毒 就是一個單元的症狀病 那種微生物的症狀病 包括細菌 以及一些 叫做逆转陆病毒 一种Retrovirus Retrovirus有很多双方的方面 它也可以对付不同的病原体 病菌 以及不同种的病毒 也发现它可以对付肺炎 肺炎、感冒、利疾、呼吸系统 以及被斗的受感染 你听听一下 所以为什么有人开始提出 提倡用橄榄叶 对付现在的非冠状 大家看到很多时候 它也有一种肚射症状 有高消症状 所以大家看到 这方面应该很有效 也帮助我们 控制眼、耳、牙齿、陰道的感染 减低我们所谓的经济症候群 另外一个功效 就是抗氧化的功效 这是帮助我们一般的病 抗氧功效 帮助我们伤风感冒 以及很严重的病毒疾病 记住 重复地说 这些橄榄热精华 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 不受被破坏 以及保护我们的心脏 防止我们的病毒疾病 防止我们的灌心脏病 堵塞的问题 所以如果长期服用 可以扭转 血管硬化 血管堵塞的问题 另外一个功用 就是抗衰老 因为它自己含有类黄酮 以及有一个叫奥斯金 奥斯特 这种是帮助我们一般的抗氧化作用 帮助我们减低我们的衰老的过程 我知道当我们的游离肌被中和了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老化过程就会被拖慢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抗氧化作用 它可以中和我们的游离肌 游离肌是会制造身体很多的疾病 包括癌症 老人痴癌症 还有一个老化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抗衰老的工具 好了 还有呢 是抗病毒 Antiviral 研究发现 橄榄椰是一种真真正正的抗病毒的物质 它发现它可以选择性地 是阻挡成早的病毒的系统 即是一个受了感染的宿主里面 可以阻挡这些病毒的整体系统 所以可以这么说 甘纳椰的精华是一种天然的抗病毒的工具 所以现在有很多研究 是看看它对于 HIV 和其他病毒的感染效果去到哪里 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多很多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血传失 它发现橄榄椰精华素可以减低血的凝结 就是可以减低我们的血小板的凝结 这个可以这么说 就是帮助有些人吃很多需要用的所谓薄血药 薄血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天然的薄血药 另外就是血压 通常对一些高血压的病人 它可以减低血压 就是可以松弛我们的动物的压力 当我们的血流是改善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心脏功能都会恢复的 好了 还有就是血糖 原来在橄榄椰精华素 已经证实它可以帮助减低血糖的水平 我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血糖的问题 因为是导致很多人的身体出现很多方面的健康问题 当然如果有些人 可能是血糖不稳定 比如血糖低 或者直接是在吃糖尿病的病人 你可以不妨试试用橄榄椰精华素的帮助 好了 癌症 发现橄榄椰精华素有含有些成分 可以减低我们的游离肌 身体里面的游离肌活动 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癌症 这些抗氧化 是发现在我们身体来说 是一种清道夫的方法 是将我们身体很多的游离肌 是不断地来扫除的 那我知道了 如果身体的游离肌是减低的时候 那我们也会减低我们的癌症细胞的成长 好了 心血管方面 我们的各方面的研究报道 都发现它可以 橄榄椰精华素 是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精力 加强我们的 改善我们的血压 亦都是帮助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和免疫系统也是 好了 胆固醇 虽然大家都知道 胆固醇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东西 但橄榄椰精华素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 减低胆固醇的水平 减低血压 因为主要是抗氧化的功效 所以在这方面 对那些所谓坏的胆固醇 低密度的胆固醇 都可以改善 改善我们心脏的健康 好了 伤风了 你会发现 如果有些人 是经常服用橄榄热精华素 每天这样用 可以减低 令到你整个健康提升 加强你的免疫系统 预防一些所谓 伤风和感冒 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可以有预防的作用 万一你真的病到 因为感冒病到 用橄榄热精华素 可以减低你的康复时间 或者加快你的康复时间 令到你的症状的严重程度 都可以减低 好了 还有方面 就是牙齿的感染 发现很多时候 那些牙周病 这方面 原来都是有帮助的 好 还有呢 就是排毒 detox 方面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 减低我们身体 不同器官的 那些微生物 那些负量 负荷的 通常我们这种 排毒的现象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用这些橄榄热精华素 会发现 我们身体会出现 一种排毒的现象 出现的 好了 消化方面呢 橄榄热精华素呢 可以改善我们的消化 也都会减低我们消化度的 受到感染 和受到刺激的 那譬如有些 有些我们叫做 E.coli 那个 那个 大肠汗菌 那可以减低这些 那么大肠汗菌呢 似乎在我们那个 那个 腸道的腸壁 是减低我们的 肚射的风险呢 和其他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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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同的问题 那也都帮助我们身体呢 将那些 那些沙门螺蛇菌呢 都可以撇随它的 袁医生一连串呢 帮我们呢 介绍了呢 那个 那个 橄榄热精华那些 的功效 那这一节 时间都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回来 继续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橄榄热精华的 港范用途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网址 3W多 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 就是橄榄热精华的 港范用途 袁医生在上纸 都帮我们介绍了 一连串很多很多 橄榄热精华的用途和好处 其实还有没有呢 应该还可以继续帮我们介绍 在应用方面 对一些疲累 有些人是长期的身体疲累 这个可以减低 橄榄热精华素去减低 可以重新令到身体整体的后果 是活动的 令到这个人精神饱满 所以可以这么说 这个橄榄热精华素 可以说是消除压力的 一种除压的工具 也能改善精神的状态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都常常说是长期的疲累性 就是慢性疲累的问题 其实主要的问题 都是我们身体里面 有很多所谓的毒素 毒素内聚 那些微型的毒素 橄榄热精华可以抑制这方面的问题 令到人感觉他精神饱满 以及帮助他可以提神 比平常活动的方面 可以加强这方面的能力 好了 心臟了 我发现橄榄热精华素 可以减低 那个血的 胆固醇的水平 也都减低 那个血压 可以维维 维持我们身体一个健康的 蛋固醇 以及健康的血压 所以这个 当然 这个是 这个 基本上 是可以预防我们 不同的心臟病 病 病法的问题 好 那再就是 那个 免疫方面 那整体的 免疫 是可以 因为 因为服用 橄榄热精华素 可以帮助提升,身体能够对付那些细菌,病毒,或者病毒 如果你有伤风感冒也好,这个症状很快就会消脆 如果你只是用甘腊液精华素 接着就是感冒,发现如果那些人每天服用甘腊液精华素 整体是会令它更加健康,加强的免疫能力 可以预防这些伤风和感冒的病 如果当你感觉你自己有病,作病的时候 立刻用足够的甘腊液精华素,可以减低作病的时间 是减低症状的 神方面,原来甘腊液精华素也是一种天然的利尿剂 去水剂 可以帮助我们的神,减低水的聚留 将足够的液体,将身体的毒素排出体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抛诊Shingles Shingles是很痛的 患者是很痛的 亦是一种病毒性的 所以这方面也是可以舒缓和抑制消灭这方面的抛诊病毒 最后就是皮肤问题 他会发现很多人有些暗瘡的问题 或者发现他很容易有皱纹 他会发现这个可以令到我们的皮肤更加轻化 而且更加有弹力 有些干净 对那些暗瘡的问题 亦可以帮助你清洗 所以这个对一些年轻的人 是非常之很好的工具 好过用抗生素 因为有些暗瘡的问题 有些暗瘡皮肤炎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会用抗生素 大家知道抗生素会产生很多其他后遗症 好了 胃的问题 原来橄榄液精华素可以减低胃酸过多 以及减低治疗我们的胃炎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常有的问题 也有些人会胃痛 胃抽筋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 接着就是尿道炎 OK 也都对付细菌的盐道炎 也都和那个肺炎 肺炎都是这方面可以处理得很好的 最后就是那个盐猪菌 OK 发现橄榄精华素是对付那些 所谓白盐猪菌的问题 这种是很多时候导致女性阴导 是长期有这些问题 你看一下 橄榄液 一个这么简单的工具 是真的能够处理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 是 刚才袁医生有提及过 这个橄榄液精华 其实可以当一个营养补充品 这样去服用的 可以就是 它是一个液体装 这样的 其实可以就是 每天就是三次 每次就是一茶匙 就是大约五毫升 这样的 做一个服用 是加强我们的身体 那个免疫能力 在陆创意健康店 我们一直都有出售 大家就希望 如果想再了解多些的 可以上来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那里就是购买 刚才袁医生也都说过了 这个橄榄液精华 综合来说 其实它就可以有一个 是抗病毒 抗那个感冒 处理药质 或者是其他那个 心血管的问题 消化系统的问题 甚至乎就是肺炎 那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 那个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其实它是远古时代 已经可以用来处理肺炎的问题 已经是有很显著的成效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 在现在这个疫情 大家都还很人心惶惶之下的时候 得到袁医生 介绍了一些那么好的工具 给大家去加强自己的免疫系统 之外 大家都要保护的了 除了洗手、口罩、衛生方面 最主要是内在自己的免疫系统 可以更加加强 这个橄榄热精华 就是其中一种很方便 亦都一加大小 亦都很大的用途 可以大家可以服用 甚至乎 甚至不幸运 真的中了招 但是如果你一直有服用的时候 你的免疫系统加强了的时候 其实你中了招 都不会病出来 就可以达到了自己 保护自己的最高的疗效 希望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健康 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很多谢你今天帮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发愈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今天谢谢你元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